互联网巨头谷歌被卷入日本和中国在东海一个岛链的主权争端 日本外务大臣钱元成斯星期四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 日本外务省将要求谷歌从该公司提供的地图上删除这一岛链的中文名称 此外 钱元成斯表示支持一名反对党议员的做法 这名议员星期三到谷歌驻东京办事处提出同样的要求 日本把这些岛屿称为尖阁列岛 而中国称其为钓鱼岛 谷歌提供的地图上同时标有这两个名称 日本巡逻艇上个月初在这个岛屿附近海域逮捕了一名中国渔船的船长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因此而受到严重损害 这些岛屿目前处于日本的管辖之下